对 老师我们今天要从乌克兰 跟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们是从地理 从历史 从血沿 我们来看到整个的 彼此之间的关系 跟什么才是所谓的侵略者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台湾 因为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跟中国是连在一起 就是中间本来就是有土地的嘛 是因为地质的变化 本来这些这个有经过研究 本来是连在一起的 但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很多的政客 或者是西方的媒体 都认为台湾跟乌克兰 两者是混为一谈 认为说目前世界上 最危险的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乌克兰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 老师怎么看现在台湾跟乌克兰 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吗 刚刚淑芬在提问当中 有一个关键字 危险 他说非常危险 苏芬你是当然是转述这个西方的 引述这个西方的观点 美国的观点说台湾非常危险 其实真正危险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霸权 在公元2000年 小布什总统要用报复的手段 对于无辜的中东人民 要采取报复手段的时候 但一个瞬间 就是我这几天我就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911事件当中的小布什 小布什总统 小布什总统在912事件的时候 他在一个小学参访 然后呢 这个下面的这个幼童啊 正在这个老师给他们上课 然后呢 小布什就在坐在旁边 也当一个小学生 在那边旁听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的幕僚呢 随后呢 立刻富尔跟他说 总统先生不得了 飞机撞大楼了 然后小布什的这个表情啊 明显的有点点变色 可是他这一点很了不起 他很镇定的 把那个整个活动完毕了之后 他在匆忙的离开 那可是那一瞬间 我认为 小布什如果是一个 有慈悲心肠的人 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吐沙啊 开始发动海湾战争啊 台湾翻译成破湾战争 然后去打伊拉克啊 去打阿富汗 各位 911事件 发动的 或者是执行撞楼的人 有几个人啊 有没有超过100个人 有没有超过500个人 就算500个人好不好 可是 墨斯林民族 回教的民族 好几亿人 好几亿人 你不能说因为说 参加911恐怖攻击 撞坏 把那个双子星大楼撞毁的 那不管是500人 还是50个人 还是5个人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极少数的人 然后你就广泛的认为说 全部的穆斯林都是凶手 美国就是这样子干啊 所以美国的DNA里面哈 就是那些央格鲁 萨克逊 我不是种族偏见 我只是就事论事 美国的这些白种人 他们的DNA就跟 那个大鹏车时代 西部拓荒时代的心态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 屠杀 报复 掠夺 横针爆裂 他们的DNA里面就充满了这些元素 所以从小布什的那一刻 911的那一瞬间 决定了美国必亡的命运 必败的命运 为什么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古圣先前孟子说的一句话 孟子说不是杀人者能医治 不嗜好杀人的国王统治者 才可以统一天下 美国不行嘛 你一天到晚杀人 你二战的时候 你面对纳粹德国 你杀人 那没有话说 那是战争 可是911事件 911事件 那些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是穆斯林当中的极少数 极少极少数 绝大多数的穆斯林 是友善的 是和平的 那你怎么可以迁就 怎么可以迁入到那些人的身上呢 所以美国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衰败 美国注定衰败 那个原因就是他的骨子里面 有一种抹不掉的遗传因子 那个遗传因子就是屠杀报复 老师其实很多的外交学者 都提醒台湾 就是因为呢台湾一直都很捧着美国 但是呢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就是这一次的乌克兰的事件 美国其实对乌克兰 也没有派出半点的兵 所以呢是不是台湾在这个部分 也要警惕 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我刚刚一开始问老师说 很多人认为把台湾比喻成乌克兰第二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 台湾怎么可能会是乌克兰第二呢 如果要乌克兰第二的话 我认为美国是乌克兰第二 比较有可能 台湾在过去 所有的台湾很多的台独的人说 台湾400年 我们就翻开台湾400年过去的历史 殖民统治的荷兰 日本 这两个民族 对台湾好吗 荷兰可能大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可是事实上也是充满了掠夺屠杀 横针爆炼 争税对原住民争税 然后杀害原住民 奴役把原住民当成奴隶 这是典型的 那日本更不要说了 51年间屠杀了40万 然后把台湾的经济 剥剥剥削 让台湾的经济成为 让台湾的生产 不管是农业生产 民生工业 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一个 主要的补给一个补给战 那所以台湾你怎么可以学着日本 学着美国说你要去制裁谁呢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能力 如果台湾的主事者是一个理性的 是一个有人性的话 他就不会用制裁的方式 他最多发一个声明嘛 statement嘛 发一个statement 表示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是不希望战争 我们是希望和平 用这样的立场嘛 你看大陆发的声明 他虽然跟俄罗斯一个结盟的关系 可是他发的声明是中规中矩 而且是本乎人道精神 没有任何靠向一边 或者是非常倾斜的状况 台湾我认为倾斜到一个极致 这个倾斜呢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让人觉得非常的丢脸 非常的可耻 接下来有一个倾斜的情况 就是有即将会发生是在 因为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欧即将要在3月2号到5号 到台湾来访问 那期间会觐见像蔡英文啦 来请的这些人 还包括立法院长 另外还有跟就是台湾的一些企业 像是台积电也会有一些交流 老师怎么看待 就说接下来蓬佩欧来到台湾 民进党会怎么样来用 请权力的去要去巴结吗 还是说去怎么对待 我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一个特色 不管是美式民主 还是英国式的民主 他都有一个特色 他都是分赃分肥 分赃分肥 那其实呢我很喜欢看一些纪录片 我很喜欢看YT YouTube 但是我不是看一些什么 娱乐的啦或者是什么 我不太我这个人是非常古板 非常非常非常硬的一个人 那我看纪录片 我看YT我喜欢看什么 比如说英国国会在辩论 我很喜欢看丘吉尔 跟下面的国会议员在辩论 我们要不要战争 看梅克尔 梅克尔他跟国会议员在辩论 香港问题 我很喜欢看英式民主的 比如说像新加坡 他的国会啊 比如说李显龙 跟反对党的议员辩论 那非常精彩 那你要我说要我比较的话 我认为英式民主会比美式民主 来得更接近人民 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不变 他还是一种分赃分肥 分赃分肥就是 其实讲难听也跟贼一样嘛 但我不是说英美必然是贼 但是其实就是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SOP 那这个分赃分肥就是说 把美国社会或者是英国社会 他有哪些好的地方 我们就跟切蛋糕一样 切成一块一块 其实早就切好 从美国独立建国 从英国这个维多利亚时代 可能就维多利亚时代 可能就是这个分赃分肥 都分得非常清楚 这一块分给谁 这一块分给谁 都已经变成一个传统 变成一个封建 封建反动的一个机制 那美国他说我们非常民主 错 美国也是非常的封建 你是一个白领 你永远是白领 你是一个蓝领 比如说我是一个 披兹堡的一个钢铁工人的话 我永远都是工人 我不可能翻身 其实中国在古代的时候 是非常理性的一个社会 中国古代的文人 他可以穷人翻身 比如说我是个读书人 我家里面是非常穷 可是我十年寒窗苦读 我一年我只要考上状元 我立刻穷人翻身 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一个 理性的一个机制 他透过科举考试 他可以让社会的阶级流动 可是美国跟英国 你永远你永远不可能 你除非你去买一张lotterie 买一张彩券 哎呦我中了一亿美金 我立刻翻身 可是这个机遇有多大 那中国古代是你只要努力 你只要努力读书 寒窗苦读 你的运气好 你就会高中状元 或者是高中考这个科举考试 西方他不是就是分章 他已经分好了 比如说除分你是 你是你是 你是我们这一党的 所以你也分一块 大家都分一块 那永远每年你都会分到 那不是跟第二时代的农奴制度 或者是跟西藏早期的农奴制度 是一样吗 有什么改变呢 只不过是穿了西装打领带 然后喷了古龙水的农奴制度而已嘛 老师刚讲到说分脏分肥 西方的方法 我们从这一次的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情势 也可以看得到 美国是不是从中去得利 因为这两方的冲突之后 影响的是国际的金价 国际的油价 还有全球的股市 尤其是股市这个部分 你一上一下 你美国是不是在里头 有非常细腻的操作 其实它从中得利很多了 所以淑芬你讲了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我就听到一个朋友 我认为他讲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 哎呀这个分析啊 不管是学国际政治的 还是学什么经济的财经的 甚至于股市的专家 都在分析说哎呀 这个联准会可能会调息多少 然后美金可能会涨多少 这个这个会贬多少 或者是增值多少 然后黄晓玉大众物资 还有石油天然气 然后新台币人民币会贬 还是会会涨 可是我这个朋友 我觉得他绝顶聪明 他就说你们都忘了 其实打乌克兰啊 主要的美国的统治阶级 包括拜登后面的那些资本家 他们从中获利非常的大 话就要说 他们一方面在喊制裁制裁 然后就说哎呀你俄罗斯你在侵略 可是他们后面的资本家高兴的要死 每一个人就骂骂骂 写钞票数到手都酸啊 不是数钞票是在数比特币啊 数到酸啊 发财啊 各位台湾最近前一阵子淡涨价 然后石油也上涨 对不对 那些卖石油天然气黄小玉 黄豆小麦玉米那些人赚翻啊 为什么赚翻 打仗啊 打仗黄金就上涨啊 那我就一直在吵啊 拜登就说哎呀我告诉你 2月16号会打仗 然后2月16号没打 就说20号会打 20号又没打 22号会打 然后22号没打 又说一周之内会打 他在干嘛 他在炒 炒什么 炒黄金 炒股票 炒黄小玉 炒石油天然气 炒奇货 炒各式各样 让资本家可以骂骂骂的东西他都炒 所以这一次乌克兰战争 那些西方的假道学虚伪的伪君子 在那边骂在那边制裁的时候 他们后面的资本家开心的不得了 大赚其钱 痛苦的是谁 我们 书分 我们 为什么 因为你的薪水 比如说薪水是5万块 结果呢 东西涨了10% 15% 那你5万块立刻等于是减薪变成 变成4万块 变成3万5 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浅显的 所以我们看任何国际新闻 国内新闻 岛内的新闻 看任何的新闻 看人世间所有的事情 绝对要有第三只眼睛 你不能只有两只眼睛 但我最羡慕的一种动物是苍蝇 苍蝇据说他的复眼 他复眼可以360度 360度 我如果360度我就不必回头啊 我就随时可以看 后面有没有要要要 要对我 要对我吐口水或者是什么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任何事情啊 不要跟着西方媒体 或者什么NHK 日本的共同社 不要跟着他 跟着他是笨蛋 我上次不是讲吗 我非常佩服 我们以前的 中国时报的一些 一个老的创办人啊 余季忠 余季忠就召集我们这些人 就说我告诉你们啊 做国际新闻 要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 换句话说他是在骂我们说 你们这些都是在抄美联社 那个时候还有合众国际社 路透社 还有什么日本的这个共同社 你们这些都是在抄人家 然后你们的鼻子就被人家牵着 然后你们脑子就被禁锢 就被关起来了 你们就被洗脑了 你们就没有自己的灵魂了 我非常重视灵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灵魂 那这个国家民族就是一个行尸走漏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行尸走漏 我们不要学日本 哈日的朋友你们要注意 你们不要丢掉自己的灵魂 当然我这样讲也是屁话了 他们早就没有灵魂了 我讲他们应该去收魂啊 他们应该去收金收魂 我一直在强调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啊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要有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的精神跟灵魂 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从自己的本位出发 同时我们要用理性 要用理性主义的精神去分析 去思考然后再做决定 然后再讲话 当然每一个人言都必思 像我今天讲了一个钟头 大家可能会很多人不以为然 或者很多人拍手叫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是本著于他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就是本著中华儿女的精神 中华儿女的精神是什么精神 希望我们中国能够强大 我们中国强大 我们中国人到世界各地走路都有风啊 那这个只是虚有其表 真正的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的 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要寄若福寝 要对于美国对于西方 对任何这些伪君子 我们要揭穿揭穿他的真面目 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说 他的底是什么 原来我们现在的世界警察 原来西方那些人 是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的鲜血 可是道貌黯然的说 他们是世界警察 是多荒唐可笑的事情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要用自己的灵魂 来警醒自己 来让自己有一颗清醒的头脑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精辟的分析 也相信很多网友 都非常赞同老师的看法 也请大家呢 要记得先帮我们按个赞 在底下留言 请不吝点赞